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争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二集 我是310 那么这一集呢稍稍长一点 是把整个这个疯狂峡谷给他打完了 好一上来呢还是这个毒盘 然后上一次这个存盘点呢 刚好是在那个疯狂峡谷的前面一点点 往前走起步呢 前面就会出现这个疯狂峡谷的这个提示 好然后有一堆大兵 哎刚才这个好像美杜莎没有照到 在这种坡上面美杜莎经常会照不到 哎这个是锁定错了 好把人都浮空 好这一下非常爽 使用这个弹反以后按三角的这招呢 就可以把别人把敌人这个打到空中 然后直接接美杜莎 哎这个三连当心 好吧那他出提示呢 直接干掉 然后这个左边呢有一些木桶 然后是有一个蓝魂蓝魂箱子 咱们就不捡了 然后切换成这个宙斯之怒 把对面的这两个弓箭手给他干掉 当然这两个你也可以无视到那边再去打 好蓄力的话一键就可以搞定 然后这边这个也搞掉 然后跳过去 OK那么来到上层呢这边有一些飞鸟 先不着急 等这个弓箭手刷出来呢 直接用这个抓住以后按方块可以扫清 让这边好像还会刷吧 哎对 好按圆圈干掉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绳索 沿着这个绳索往下爬呢就可以到对面了 不过这个还有另外一条路 也就是用斜刀 好走到这个角上 切换成阿特密斯之刃和波赛东之怒 跳过去然后空中方方圆 再接这个波赛东之怒 这样就可以不断前进 好差不多了 这个宁可走过头一点 要是这个还没够着这个悬崖呢 就会掉下去 那就那就比较悲剧了 好那么这个绳索呢就是从那边过来 就会到这个绳索这里 那你也可以不到楼上去 直接这个用斜刀跳过来 这样会节省一些时间 而且红魂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那个绳索 它虽然说是那边高这边低 但是它不是这个一次性滑下来的 它是需要慢慢爬过来的 那就比较浪费时间了 好然后这边这个升降机呢 咱们把它摇上去 好这里有个存档点 然后右边有路 然后这边还有个梯子 上面也可以上去 这个分岔路口呢 咱们先往上面走 因为整个右边是一个环路 也就是说咱们从上面走呢 最后会回到右边这里 所以往哪边走都一样 那先到左边去 先不进这个洞 左边有一小左这个敌人 好这个利用弓箭手 哎这里没来得及抓 好抓住以后立马按方块 甩他们一下 好用一下这个LA加圆圈 刚刷出来两个弓箭手 直接被秒掉了 好这边洪魂箱子开一下 这个地方呢咱们以后还会来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弓箭手 这个视角比较恶心 经常会看不见就路过了 而且屏幕外面的敌人 一般来说也不太会攻击你 所以说这个弓箭手很容易路过 咱这里有一个潘多拉守护者 咱们用这个硬拼打法 这个方块方块方块 三下然后第三下按住 最后那一下扫机范围非常广 而且有吹飞效果 这样可以算准它起身的这个时间差 就可以无限连了 不过一只可以这么干 但是两只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 可以看到失误了 好这个视角比较恶心 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他这个反击呢就防御 这个防范打不出来 好 按防范呢 很容易按出这个LA加方块这种 那这个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直接实话 然后到这里呢 这个远处的弓箭手还是要用宙斯之怒打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但貌似他被这个前面有一个把手把他给挡住了 咱们这个闪电键扔不过去了 好算了 先走走到前面以后再那个 好像真的打不到 这游戏设计的比较 比较有缺陷了 那咱们就转这个转盘吧 吃到他不要射到我们 好防一下 他这个枪法也不行啊 这里这个还是要多推过去一点 这样比较保险 好 把他干掉 那么这边呢 是到了另外一头 另外一头这里是又有一个潘多拉守护者 直接实话吗 好 咱们用一下这个方块按住这招 吹飞 好 小心他此生的那一下攻击 这招呢 这个方块按住 这招攻击力不是非常高 所以要多打几次 但是掌握好节奏的话 也是可以无伤干掉的 那这边两个弓箭手怎么办呢 空中这个兽私之怒 好像扔个三到四下就挂了吧 然后到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双色宝箱 咱们暂时无视 先往右边走 右边走呢 一上来会刷出两头牛 咱们放一个这个哈利斯军团牵制一下 然后绕过他们到这个地方 好这里呢 又有一个邪道了 用这个阿腾密斯之刃配合 空中的那个方方圆 配合波赛东之怒呢 就可以不断上升 到达上面这个平台 哎这个地方悲剧了 这个空中千万不能按三角形 阿腾密斯之刃的这个空中三角形 就是批下来 好咱们再来一次 刚才好像都已经上去了 还掉下来 这个这次保险一点 好上来以后 这边这两箱子 咱们先无视 好这边还是用老套路 推到对面 好多飞一点 这样差不多 那咱们就到达了对面 好这个地方 用这个邪道呢 是会省掉大量的时间 一会儿咱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接下来咱们用这个正常的流程走法 看看需要花多久才能走到对面这个地方 好这里这个牛头人 咱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直接实话 哎最后一个咱们玩一会儿 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不实话的话这个牛头人多少耐打 而且打他比较危险的 他经常会防御然后反击 哎他做这个动作呢就说明他要防御了 可以跳到空中用这个L1加三角 因为他这个防只能防地面嘛 他那个脑袋给防不住的 哎又来 好总算是出提示了 咱们抓一下 打这个牛头人刚才费了不少血 哎抓不到啊 这个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抓不到 这个明明方向对准了 哦抓到了 照理说像这种弓箭手这种敌人吧 你不用贴身也是能把他一把抓过来的 只要他在你附近就行了 但是像牛头人这种大个的敌人 经常会贴身对准方向还抓不到 那这边他写着这个是赫拉的一个雕像 哎好像长得不太像啊 这个 这边是阿普罗迪特 那么他们这两尊雕像呢 都是少了这个项链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找项链 不过在此之前呢 先要绕到后面这里 有一个红魂宝箱 然后这里有一个 有三个这个爆炸弓箭手 要提前进来 用那个阿姨撞他们一下 打断他们出招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水池 咱们潜下去 好差不多 那到这个地方呢 扶上来 这里有三个有裂缝的墙壁 然后里面分别 里面都是这个红魂宝箱 而且这个红魂非常非常多 一般来说 每个大概都有三条到四条这样红魂 好这个地方呢 以后咱们回到对面 也是可以看到的 大家注意这个场景 这个水盆 然后下面这个水瀑布一样流下去 就在刚才用斜道跳的那个地方 也是可以看到远处有这么一个地方的 一般来说 这个你不能到达的那些背景的 一般都会做的比较粗糙 像刚才那种情况 看到远处有这么金色的这个瀑布 说明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 好这也算是一个隐藏的地点 好那么这边呢 咱们沿着这个梯子往下爬去找那个项链 好这里这个往前走一点 把对面的怪给引出来 然后跳回到这里 用这个肉丝之怒阴 把远处这两个凡人的弓箭手先解决掉 那下面这两个潘多拉守护者呢 那就比较随意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台阶下面跟他们玩鹰的 也可以在这里无限波赛东 可以看到这个山羊头非常硬啊 打到109了 好咱们换成这个哈迪斯军团 配合攻击 好哈迪斯军团他会自动搜索周围的敌人 好再放一个吧 石化 这个好像来不及了 好再石化一次 好这个地方呢 四个潘多拉守护者呢 一定要用石化干掉 要不然的话 在那个窄桥上打非常危险 然后这里打开这个红红宝箱呢 然后就又滑到对面 滑到对面直接往里头走 里面又是一场战斗 是这个普通杂兵加弓箭兵加这个牛头 好咱们先利用这个弓箭兵甩一下敌人 好咱们用一下这个非常强力的 美毒杀的终极招式 全屏实化 好 用这个三角形反击 然后空中实化掉 让他们摔碎 好先把这个敌人解决掉 哎还有一个 这个牛头人也是石化 那石化光线用光呢 这里还有这个蓝魂和绿魂的混合宝箱可以补一下 哎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好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呢 这里就需要解一个迷奇了 可以看到这个项链呢就在前面的台子上 但是这个时候 哎 伸起了一道柵栏 挡住了 这个大柵栏是砸不坏的 那么这个解这个迷之前呢 先从这里爬上去 上面还是有这个宝箱的 这里是三个红魂 其中好像有一个是这个凤凰羽毛吧 好有可能两个都是 那这边双色宝箱咱们就无视了 好这里升下级 现在是一万一万点红魂可以升级哈里斯军团 哈里斯军团在轻那种大量的杂兵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主要是因为他是自动搜索敌人的 然后把敌人连上天以后呢 敌人就不断出硬直就无法攻击了 这个时候你自己还是可以行动的 你可以一边配合这个哈里斯军团的攻击 好升到三级呢 这个放出来的灵魂就更加强力了 好这边还差4500点红魂的这个波赛东之怒 三级没有升 那么升完这个波赛东之怒 剩下的就就没啥事了 其他的这个宙斯之怒和阿特密斯之刃就算升了我也不太用 那么这边要把这个T型的这个石板利用中间的转盘给他转90度 好这里这里的这个迷奇呢就是利用场景当中的所有这些石块到对面去做一个拼图 把整面墙都给他填上机关就解开了 好再把这块给拉过来 同样放到这个圆盘上 然后回去转这个摇坝 也是就转90度 这个这个迷奇非常淡疼了 因为倒不是说这个迷奇有多难 但是他这个推石头实在是太慢了 而且刚才可以看到用脚踹也是不能加速多少 只能这样慢慢推 就算是你这个手法娴熟也是要花上不少时间解这个迷奇 好这个也是这个要转180度 拼到左边 那上一集呢好像有同学这个 指出这个牛头米诺牛的那个boss 他两次QTE以后不是要把那个有一个阶段 要把他的铠甲全部拆光 然后把他的那个血槽给露出来 这个阶段呢 是我看到网上有个视频是可以直接用那个 火箭一键把它打爆的 这里好像卡住了 中间这块小石头我们把它移开 这块石头是用不着的 是用来迷惑玩家的 当然这个质量比较轻的石头就可以用踢了 这样会比推快不少 那说这个米诺牛这个boss呢 是可以在他跑过来之前 在放放动画的时候 就是提前按那个机关 等他冲过来的时候 正好一键直接可以把他那个铠甲给射爆 那我自己也是回去试了一下 发现这个好像行不通 不知道他这个是人品问题呢 还是有什么 bug在里面 反正我自己试的话 每次 我在这个动画里面已经提前 拉这个机关了 但是好像还是来不及 会被他冲过来的那一下攻击给打断 那我这里也是没办法掩饰了 好这里这个 密奇是拼完了 好整堵墙就降下去 然后咱们可以过去拿这个项链 这里手滑了一下 按错了 好这样就得到了这个赫拉的项链 然后这边门也开了 旁边的这个梯子也降下来 好远路返回 这边看一下好像没什么东西吧 好这边又出现个存档点 然后右边这个梯子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 壁虎爬墙的时间了 好当然也是会有不少敌人来干扰的 直接把他们抓掉 一般来说在上方 或者在左右两边呢 就可以直接抓掉 然后在下面的话 只能用这个攻击 因为这个手不能往下抓 好他刚想踹我们 直接一把抓掉 如果说不是非常缺红魂呢 直接锤一下就可以扔掉 好这边这个爬过来怎么办呢 直接石化 得到这个15点奖励 但是这个敌人掉下去摔碎呢 这个红魂要过一会才会飘上来 现在飘上来了 直接抓掉吧 这个地方 再抓下来 直接再跳到这边 好这里往下爬 哎 这里往下爬有没有东西 好先把这个拦路敌人给他解决掉 哎呀悲剧了 这个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记错了 记错了 那是往上走 好路过的话就不要错过 哎 对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呢 暂时可以下来 好石化 这样是摔碎 30点 是红魂 又是30点 好 非常爽快 哎 还有 好 这边有一个双色宝箱 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开一下 哎 这边还有一个 好 不好意思 那这边消灭干净了 就可以比之上前 上到最高点呢 这里有两个宝箱 哎 这个宝箱红魂比较少 估计是 凤凰羽毛 或者是石化之眼吧 然后这边这个 用三角形的这个扫 攻击范围比较广 这边再抓 好 再往右边蹦 然后咱们的目的呢 就是爬到这个地方来掰一下这个机关 哎 这个音乐突然停掉有点诡异啊 好 好 可以看到远处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 咱们以后会回来的这个地方降下来一块石头 哎 就是在这个洞口的左边 哎 这个音乐又响起来 好 好 咱们是远路返回 这个 这些墙壁的出口呢 在右下角 咱们现在在右上角 那要下去呢 还得绕一圈 好 往右边跳 好 这边呢 他们跳过来的时候 哎 挡住他们 他们就会飞上二的掉下去了 这个很好玩 不过这样做好像就没有鸿鸿奖励了 哎 这边这个有干扰 咱们把他两个都抓掉 哎 这边还有人 挡住他 哎 他就掉下去了 那同样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 所以说你跳过去的时候也要当心一点不要被他们挡住了 好 这里爬下来呢有一个这个鸿鸿宝箱 开掉以后再往右边走 好 这个地方又回到之前滑这个绳索啊 跳下去的前面那个地方了 也就是有四头这个潘多拉守护者那个地方 然后这边再是原路返回 咱们现在拿掉拿到这个一根项链了 好 可以回去给他安上 克拉的项链 好 装上以后呢 这边这个机关转一圈 好 可以看到对面这个两块石头伸出来了 然后咱们再往这边走 哎 不是这边 那是要先进洞吗 好吧 这个原路返回的过程比较痛苦 还是一样转一下 转这个机关呢 尽量保守一点 不要玩的太极限 多转过去一点再跳 这里要是跳死的话就不好玩了 等他转过去 哎 这个视角一换就容易走错方向 哎我好像听到有弓箭手的声音 在哪儿呢 是在这个地方吗 好像也没有啊 那好吧 不管他 咱们就往这边掉下来这块石头上 爬这个绳索攀上去 好 那这里这个 跳过去 然后这边有两个箱子打一下 好这个存档点咱们无视 好这边这个机关就非常恶心了 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现实机关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那个洞 这边拉下机关呢 这里这个扎门打开会有一块石头 咱们要把它在限定的时间内推到对面那个地方 推到这个洞的最深处 当一下这个垫脚石 然后这边 可以听到这个机关声音越来越快 就说明地下那些洞都会扎出这个刺 那个刺被扎一下的话是祭死的 哎这里失误了一下 那看来是来不及了 干净 与其被扎死 还是自己retry一下比较好 好再来一遍 这边呢把这个石头先拖出来 然后绕到他后面去用这个脚踹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虚满力 好这边再往前推一下 好赶紧跳上去 好这个千军一发 那下面这个刺也是刺出来了 不过好在咱们已经跳上去 那这边跳到对面呢是这个 第二根项链 阿弗罗地特的这个项链 然后拿掉这个项链的下面的这些刺都会收进去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刺非常疏啊 完全可以站在那个刺的空档当中 这个奎链是不会被扎死的 为什么这个游戏设计的这么淡疼 对扎一下就直接死亡 好拿掉这根项链呢 咱们就是沿着这个身像机下去 好然后这里有个洞 进去呢这边就有一场强制战斗了 还是比较恶心的 好像有四只还是五只这个潘多拉守护者 然后还有一大堆杂兵 好这边依然是尽量依靠这个 和哈迪斯的军团 好咱们再用用这用用这个L一架圆圈 把场景当中的这些能破坏的东西都破坏掉 好再来一下 好换成波赛东之路 这场战斗如果说这个不是魔法无限的话 就 尽量这个用石化把潘多拉守护者全部解决掉 然后这些杂兵就不足为惧了 刚才好像干掉两个潘多拉了吧 哎 好这边敌人解决干净了 先不忙着走 上面还有两个漏网之鱼 哎 这个就是非常蛋疼了 我明明想石化那个在空中呢 他就给我锁定到另外一个身上 好这里这个绿魂宝箱开一下 好四周围转一下帽子没东西那么咱们就下去 然后出口在另外一侧 哎我怎么好像老听到那个弓箭手的声音 哦原来在这 好这边还有一个 那把这里的东西破坏掉呢 就可以 他就可以往这边过来了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啊就是我这个节目一开始说有分叉路的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环路 从上面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会从右边回来 就这个地方 好 好那么这边呢 哎这里又需要走一下那个吊桥了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什么这个更加快捷的这个路径 为啥每次都要走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推这个机关又慢 然后掉下去啊 跳的时候还是容易掉下去 这个游戏绝对是没有设计好 应该设计一条更加便捷的道路 通向那个 两尊那个放项链的雕像那 好那么总算是回来了 好这边呢到对面去把这个项链给他放上 好这边这个石匠也转个圈呢 这边这里也会伸出两块石板 好他是会动的 咱们要等他伸到最远的时候 跳过去巴住对面 这里回来也一样 哎这里失误了一下 还好没有掉下去 不要紧再来一下 这个跳也要打点提前量 你应该跳出去的时候 正好是那个 石板伸到最长的那个时候 好这次这个宝箱就不要路过错过了 好那么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 大家看如果用邪道过来 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就 省下来了对吧 好走到这有剧情 Kratos面前的这个路呢 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这个回忆呢 还是不断涌上心头 就像他手上的那些链条和曾经的誓言一样清晰 他以这个战神的名义所做的一切 他从凡人变成这个神的仆人 变成一头野兽 他的人 人性被扼杀了 取而代之呢 是不断的杀戮 没有人是安全的 所有这些人都倒在 奎爷和他的军队面前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 这个战神 爱瑞斯的名义 所有这个 想抵抗的人都被很快处死了 好 奎爷说他们建造这个村庄呢 就是为了向亚迪娜祈祷 那他的存在就是 对爱瑞斯的一种亵渎 咱们把他烧成平地 受到战神的鼓舞 所有这些军人呢 都变得非常残忍 所有这些 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以 奎爷的名义所做 他这个无所畏惧 但是这个神庙呢 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忌讳在里头 所有他的良知呢 都警告他不要再进去 永远不要踏进去一步 好 这里先知说 当心一点 这里这个神庙里的危险呢 比你想象的要巨大的多 好 但是这个奎爷没有 把他的话当成当回事 他的这个野心是无法停下来的 那所有反抗他的人都得死亡 然后奎爷就进去这个 疯狂的杀戮 好 那么最后这一下 非常牛叉的这个终结计 是把他这个老婆孩子给杀掉了 他也是没看清楚 但是在那一刻 他之前所有的荣耀都变成了恐怖 这最后的两名牺牲者的面孔 在他脑海当中永远 挥之不去 从那一刻开始 他明白了 他不能再为战神卖命 他现在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战神 埃里斯的死 他要杀掉战神 埃里斯 你会为那天晚上所做的事情死的 好了这边这个回忆过后呢 马上是一场战斗 好又是这个牛头 赶紧吃话 好这边好像 没有路 那往前面走 好这个地方要荡一下这个绳索 按住圆圈 荡到最高点的跳过去 这边也一样 好这里直接上来呢 是有一部这个升降机 跳进去拉一下这个机关 咱们现在是不断的在往上走 虽然是已经来到了这个 潘多拉神庙的上层 那看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是藏在这座山的最高点 好这边出来 貌似周围没什么东西吧 好应该没有 那就继续往前 这里有一些棺材 打破以后是有红红的 好这边就来到了新的场景叫做建筑师之墓 好那么这边把箱子打碎呢 可以看到前面还有非常多旋转刀刃 这个非常恐怖啊 下一集再说吧 那么这里存个档 这一次的节目呢 就到这 那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欢迎订阅 3 hade